好,那我们呢就再从头来介绍 先来讲讲怎么写header 也就是怎么做function declaration 那么呢,我们首先要declare它的protype protype这个词 在中文通常是翻成圆形的意思 就是原来的形状 原来的形态那两字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有人翻成雏形 就是一个东西 一件事物的雏形 一个protype要包含什么东西呢 如我们所说 你要说这个函数叫什么名字 然后你打一个圆瓜糊以后 在里面写说我们有哪一些parameter 它们的形态个别应该要是什么 最后呢,你要讲说 它应该要回传什么东西 而那个东西的形态是什么 那这里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要define的都是形态 这里要define名字 另外的地方是要define形态 那么呢,这一整句话写完了以后 就是一个statement的结束 所以最后打一个分号 所以它很像你以前在declare variable 只是你现在在declare的是function 那你declare variable的时候 你要讲它是什么形态 它是什么名字 现在的话呢,你一样 你要讲它是什么形态 它是什么名字 以及function嘛 多了一些就是它有什么输入 大概是这样 那么在一个function的protype里面呢 我们会declare它的appearance 以及input output的format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intint intint一样 表示说呢 传两个整数进来 3号我会做点事情 然后回传一个整数给你 那么这个函数的名字 通常有一些规则 首先是它跟你定义变数的时候一样 也就是说呢 你应该要 让这个函数的名字 就是看起来make sense啊 然后你不能是数字开头啊 诸如此类的 不能跟关键字一样 那基本上呢 就是你找一些正常的方式来命名 就可以了 那另外 参数的部分 你可以有一个 两个 多个 零个 或者是一大堆的parameter 你可以自己决定 只要你适当地用逗点 把它们隔开就好啦 那么呢 这个parameters 它们被丢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需要有指定的形态 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说 传进来的是整数还是小数还是怎么样的 待会儿你不是要implement你的这个函数吗 所以你在implement函数的时候 你就可以预期传进来的会是整数 还是传进来的会是小数 还是是字串 还是字圆 还是怎么样 然后你可以做相对应力处理 如果要传进来的东西 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讲好了 如果它传一个小数进来 在add的话 它会被cast成整数 所以这个函数呢 你就可以预期 会传进来的一定会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最后 return type就是前面这个 就是我们回传的东西会变成什么 被回到铺叫它的地方 那一样 我如果return一个double return一个float的话 它会被转成整数 才被传出去 因为我说它应该要是整数 那么呢 比如说我这里还有其他的例子 刚刚有提到 我们在宣告函数的时候 一定要指定它的parameter list 的每一个parameter的形态 我要传两个参数给你 每一个参数是一个int 那么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 我们在这里顺便把参数的名字写上去 不过这是optional的 你要写不写都可以 而且呢 写了也完全没有任何的用处 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在程式里面 给读的人 而且是人 电脑不算 给读的人一个hint 说这两个参数可能会是什么东西 那以加法来讲的话 意义是比较小啦 但是以其他的函数来讲 可能有一些意义 第一个参数是user id 第二个参数是他的年龄 第三个参数是他在哪个公司 他在哪个产业上班 产业零表示教育 产业一表示军人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的话 你写三个int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你写int id int age int occupation 可能就还不错 大概是有这样子的用途 不过呢 again这是optional的 那另外 就是如果我今天写的是divide 这个函数的话呢 那显然这里就会变double double 那我回传的东西 想来大概也就是double了嘛 那这个时候呢 这里他写numerator跟denominator 这个用途就比起刚刚用加法来说 好得多啦 因为分子分母白反 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你势必需要提醒读者 就是说 第一个参数是numerator 第二个参数是denominator 分子在前分母在后 这样子才比较好用 好所以你要不要在header里面写变数的名称 是见仁见智 你可以自己决定 那么呢 函数 declaration完了以后需要 semicolon 这刚刚讲过了 所以没有的话 compile会错 然后 每一个type 都可以当return type 而且事实上呢 因为有一些函数 它不会回传任何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会说 它的return type是void void的这个词呢 就是空 虚无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函数 不回传任何东西 你就要specifically告诉compiler说 对 这家伙不回传任何东西 所以它的type是void 那我们会看到一些例子 好 那么呢 现在我们已经有函数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 它如果要 真的create它的话 要干嘛 我今天光是declare它 是不够的 虽然是需要 我们通常都在preprocess后面 declare函数 那当然在main function之前 define函数 因为我main function里面要用嘛 我呼叫这个函数的时候 它一定要已经被declare过了 跟你用变数是一样的道理 好 所以我需要declare它 但是呢 跟变数不一样的是 我还得要指定 这个函数到底要干嘛 所以我必须要define这个函数 也就是我要write function body 所以declare是在做header definition是在做body 那我们有时候也把definition 在这种例子底下 称为implementation 就是说我来implement一个函数 跟我来define一个函数 是同样的意思 那么呢 通常这件事情 都是在main function以后去做的 虽然没有人规定啦 但通常都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我们在写function definition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 首先你在这个 declaration里面 有做的事情 你都要做 函数名称 函数input的type output的type都要写 那更重要的是呢 现在你必须要把parameter的名字 写出来啦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在函数里面才可以把它拿来用嘛 以这个例子来说呢 我必须要把传进来的第一个参数 跟第二个参数加起来 所以我必须给它们名字 我才能够把它们加起来嘛 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写n1n2 底下我就写n1n2 如果我写n1n2 如果我写uv 那我这里就变成u加v 依此类推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宣告函数的 definition 写函数的definition的时候的这个参数的list 想象成你在宣告变数 只是这个变数的初始值呼叫函数的人会告诉你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呢 我们这些variable 我们这些parameter 就可以被当成variable 在函数里面使用 那它们也只能在这个函数里面使用 出了这个函数就不能再使用了 好 那么function的definition呢 基本上我们其实已经做过了 就是我们以前写过mainfunction 那也是一个function 只是它的名称和用途很特别而已 如果今天是我们自己的function的话 那也一样 你就是取一个function name 不要叫main叫其他的 符合function命名的规则 即可 那只不过就是现在我们要在里面填入statement 那我们这里会用一对大括号 就跟你mainfunction一样 来标示说我们这个函数的第一个statement在这儿 最后一个statement在这儿 依此类推 然后我们把statement放进去 那么呢 这个函数被呼叫的时候 他就会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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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执行这一些statement OK 那么今天我如果说我们回忆一下mainfunction的话 基本上是一样的嘛 mainfunction里面也是有一句一句一句的statement 那我们有人呼叫mainfunction的时候呢 这整件事情就会被跑完 那是谁呼叫mainfunction呢 在电脑里就是我们的作业系统 我们点两下这个执行档或者怎样的 我们叫他去执行 作业系统就会发出一个function call 去呼叫你的mainfunction 然后劈一啪的就跑完了 今天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你的mainfunction 去呼叫其他的function 那么我们今天刚刚的例子里 我写了一个add 所以我有一堆statement 对吧 那今天我们这里只有一个statement 就是这个return statement return就是你以前在mainfunction里面 你会写return0 那么今天呢 你会returnsomethingelse return给谁 给呼叫他的人 以前呢 我们会return0 给作业系统 现在我们会return 加起来以后的结果 给呼叫他的人 那无论如何 当我们执行到return的时候 这个function都会结束 所以你return后面 如果还写一大堆的statement 是没有用的 一遇到return 他就会打包一下 算一算要return什么东西 然后就return给 这个呼叫他的人 然后这个函数就结束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像化的解释 今天如果我有一个function 它在mainfunction里面 被呼叫 那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的function 从mainfunction开始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这样执行下来 当我要呼叫function1的时候 我们就会暂时的停下来 停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标记一下 说我们跑到这儿 然后我们整个人 就会跳来执行function1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依此类推 然后呢 function1 执行到return statement的时候 我们呢 就会跳回来 我们就会往下坐 往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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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所谓的 jump back to the main function 其实就是return的意思 就是当我呼叫你的时候呢 我们就跳去执行你这个function 执行完有个结果的 再回传回呼叫他的地方 那如果今天是function 呼叫function可以吗 可以的 比如说你在main function里面 呼叫function2 就跑来function2里面做事情 做一做 function2呼叫function3 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 那function3如果做完了怎么办 跳回去function2呼叫他的地方 再来往下坐 坐坐坐坐 做完function2了 再跳回main function 然后也许你可以再呼叫function1一次 因为function写来 就是要反复被呼叫的嘛 所以这里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写了两个函数 一个是刚刚的add 另外是一个纯粹就是教学用的 叫做test test这个函数呢 会传一个要被印出来的整数 然后呢我们会see out to print 然后就换行 就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test这个函数 是回传void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函数事实上不回传任何东西 所以你呼叫他 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继续往下执行 你不会得到一个回传值 好那我们来看看 我今天做的事情呢 是从边function出发 然后我就往下 第一句话 我就需要执行add 所以呢 我们会把10跟20这两个资讯 传给add这个函数 让add去做一些事情 add做什么事情呢 add做的事情是得到nom1跟nom2 接着把nom1丢进test这个函数里面 所以add就会把10丢进test这个函数 好那现在我们来执行test啦 test会觉得 to print是一个10这个数字的int 那我要干嘛呢 我要把它印出来 于是呢 test就会在萤幕上印出10 然后就直接把执行权交回去给add 那这里当然不回传任何东西 于是add呢 就又回到这里啦 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 就是刚发生什么事 已经有一个10被印到萤幕上了 好OK 醒来了 那我们就往下执行 于是他就去returnnom1加nom2 nom1加nom2就是刚刚的10跟20嘛 就得到了30 就要把30return回去啦 return回去哪里呢 就是这里 好 return回mainfunction 于是mainfunction就是回到这个地方来 我呼叫你 回来一个30 就仿佛像是我们这一段话从来没发生过 我们就是宣告了int c等于30一样 就好像是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干嘛呢 把c印出来 换行 结束 return0 return给作业系统 opulating system 好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我们会 说我们呼叫完的一个函数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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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